好,沒關係,我等一下可以弄了 好啦,請坐 好,段考人在說,來那個,把你的課本拿出來,請分到199月 我最後一個單元要從這裡開始交 我們先來介紹什麼叫二階行列是喔 欸,你要不要跟著我一起寫啊 199 哎呀,趕快安靜啊 來,有一個A向量 叫做A1,A2 來,有個B向量 來,叫做B1,B2 OK 由A向量 與B向量 好 決定的行列是 來,決定的行列是喔 來,定義為 來,Determine 看齁 A向量 到點B向量 欸,趕快寫啊 這個東西我會從頭再交一次喔 來,這個東西是誰呢 來,安靜安靜 好 欸,快點寫,把它寫上去喔 我們最後一個單元就在談這個東西 就在談這個東西而已 欸,我們今天有今天的進度喔 欸,我們今天有今天的進度喔 對,這一種漢 集中精神 我們這裡來定義一個符號 一個名詞 由A向量跟B向量 所決定的行列是 來,行列是三個字 把它框起來 好不好 我們現在選的是二階行列是 OK 給它一個記號 叫做Determine A向量 到點B向量 Determine是它的英文喔 這個叫做行列式 這樣可以嗎 它是把這兩個向量喔 把它 像我這個是寫成直的對不對 你寫成橫的也是一樣 你就把它塞進來對不對 這是行列式的符號 請注意這不是絕對值 它是一種運算的規則 它的運算的規則 我跟同學複習一下 請問你這一條叫什麼線 它有兩條對角線 這條叫什麼對角線 主對角線 的元素相乘要取正號 然後另外一條叫什麼對角線喔 負對角線 負對角線的元素相乘要取什麼號 要取負號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這兩個相乘-這兩個相乘 會得到一個特殊的代數量 叫做A1B2-A2B1 問一個問題喔 為什麼突然間這個東西 會出現在我們的生命之中 為什麼 為什麼突然間數學要去定義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運算符號 就為什麼要去規範這個東西 就為什麼會突然間出現這個東西 到底跟什麼有關 我們什麼時候第一次遇到它 對 非常好 我跟你講 現在高中生 你就要注意 我們為什麼要去 要去 在我們的高中生涯裡面 為什麼會出現所謂的 惡歇行列式這個概念 因為我們上次不知道在第幾頁的地方 我們不是有跟同學去推導 有兩個項量對不對 來你看這個是A項量 還有這個是B項量 這兩個項量 他們是不是會張開一個平行式兵型 對不對 來仔細聽喔 這個平行式兵型的面積 如果你用它的座標表示法把它寫出來的話 它是不是一個特殊的代數量 那個特殊的代數量 是不是A1B2-A2B1的什麼值 絕對值 我們有證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叫做行列式 所以大家都知道 平行式兵型的面積是什麼東西呢 是Determine什麼東西 A項量 到點B項量 來外面要掛什麼值 絕對值 這件事情好重要喔 這件事情好重要喔 這件事情我們之前有證明過對不對 OK 對吧 平行式兵型的面積 就是這兩個項量的 所決定的行列式值再加絕對值 外面是絕對值 裡面是行列式值 這樣可以喔 好 我們定義了這種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它的性值 199頁這一頁非常重要 它的性值有很多 我一個一個來講喔 你仔細聽喔 它第一個性值 叫做行列互換其值不變 拿出你的筆 把第一個性值畫起來 你不用操喔 你應該拿出你的銀工筆 把它畫起來 好 什麼叫行列互換其值不變喔 來同學你仔細看喔 仔細看喔 我每一個都會舉例喔 我這裡寫一個二階行列式 這個叫 一 二 三 四 對不對 來 來 來 知道了喔 欸 問同學喔 什麼叫行列互換 先問一個問題喔 請問你 橫的叫什麼 值得叫什麼 橫的是列 橫的是列 橫好 橫的是列 值得叫做好 寫上去喔 好 對不對 欸 台灣的系統是用橫列直行喔 日本人的系統跟我們相反 對岸十三億中國人的系統也跟我們相反 他們都是橫的叫做行 值得叫做列 他們跟我們是完全顛倒 但是我們是用橫的叫列值的叫行 請問你 什麼叫行列互換 行列互換很簡單來 請問你 一二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第一行還是叫第一列 第一列 對 把第一列把它變成什麼 第一行 對把它變成第一行 這個叫行列互換 所以現在把一二寫到這邊來 這樣可以嗎 把第一列變第一行 叫行列互換 那把第二列變第二行 來這邊變三四 那要問同學喔 行列互換之後 你告訴我 什麼東西的位置其實沒有更動 主對角線的元素的位置 是沒有更動 來你把它圈起來 你應該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對不對 行列互換之後 主對角線的位置 這個元素的位置是沒有變動的 這個動作叫做轉字 你寫在旁邊 專有名字叫做轉字 我們靠本就直接用這樣文字敘述啦 叫行列互換 請問你行列互換它的值會不會變 肯定不會變 為什麼 我先往上一次給你看 欸 我在講課你還在下面講話 我現在剩最後兩堂課喔 你一定要注意 我有些東西如果講不完 可能是你自己害的喔 知道我意思吧 我們這堂課有這堂課的進度喔 這兩個相乘 減這兩個相乘 來告訴我這個算出來是多少 來 這兩個相乘取正號 這兩個相乘取負號啊 那不就4-6 4-6是多少 負2 所以請問你第一個性質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行列互換轉字 它的值不會變 這是它的特徵 好不好 來第一個第一個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來第二個 欸你這每一個都要記下來喔 兩行 欸 好我照課本這樣寫好了 不要再自衝一些寫法 兩行或著兩列 如果對調 它的值 會怎麼樣 會變號 OK 來拿出你的銀光筆 把那個畫起來 兩行兩列對調 旗子會變號 你說老師這什麼意思啊 一樣舉簡單的例子 1 2 3 4 來你仔細聽喔 兩行或者兩列對調 對調就是 Change它的位置對不對 它的只會差一個負號 我先讓你看黑板上寫這個東西 請問你這個二階行列次算出來是多少 2 2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交換它 你要換行還是換列 譬如說 我們現在把 第一行 好不好 來這個是第一行 跟第二行 把它怎麼樣 交換嘛 交換它的位置 這樣可以喔 Switch來交換他們的位置 所以來交換位置之後 會變成誰呢 第一行跟第二行交換位置 所以這邊變2 4 那這邊變多少 1 3 好請問同學 這個二階行列是不是算出來是多少 2 這是2 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有沒有感受到一件事情 你把兩行或者兩列對調 它的只會怎麼樣 會差一個負號的 這樣懂嗎 當然課本說 這個東西可以證明喔 怎麼證 它的證明很簡單 它就是說你就按照定義把它打開 結果發現會 就滿足這件事情 這樣就好了 這樣聽到嗎 對不對 它就跟你說 你就把它打開嘛 課本就是把數字全部換成符號 這樣子而已嘛 這樣可以喔 好 我覺得這樣就好 來 然後 再看一下一個 第三個性質 第三個性質說 任一行或任一列 好 我還是寫下來好了 任一行 或者任一列 可以怎麼樣 課本怎麼寫 他說可以提出同一個數 對不對 他寫得也太白話了吧 來 可以提供音數 來 你把它改成供音數 來 幫我寫一下 任一行或任一列 我們可以把供音數把它 提出來 安靜喔 我舉例給你看喔 這個是5 這個是15 這是3 這是8 OK 安靜安靜 這個東西喔 來 你仔細看喔 他跟你說 他任一行或任一列 可以提供音數 譬如說我黑板上舉的這個例子 誰有供音數可以提 5跟15 5跟15對不對 所以來你看 這是什麼 這是列還是行 第一列是有供音數可以提 所以我們這時候發現 你可以把誰提出來 可以把5提出來 來 安靜喔 把5提出來這裡變多少 這裡變成1 這裡變多少 3 然後這裡是3 這裡是8 你說我是真的嗎 我告訴你是真的 你去算 他的紙還真的一樣 可以提出來 你就可以把它塞進去 對不對 那我現在告訴你一件事喔 你可以從任一行或任一列 把供音數提出來 那你塞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塞到 任一行或任一列 譬如說 我現在要把這個5塞進去 我把它塞到 第二行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他會變成多少呢 欸 這個傢伙會變成 仔細看喔 這裡是1 3 然後5成進去是多少 15 然後58多少 40 對 就這樣 我跟你講 這算出來答案都是一樣的 答案是多少你知道 這三個算出來答案都一樣 負 負 啊多少多少 負 對 算出來答案都是負 對吧 任一行或任一列可以提供音數 我偷偷跟你洩漏一個東西 課本沒有講得很清楚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喔 行列是其實跟什麼有密切的關係 跟面積有密切的關係 可是課本這裡完全不講 它的性質跟面積之間的一個連結 對不對 我稍微跟你把這個東西喔 可以這樣提一下喔 這個第三個東西它是在講這個 來 determine 配備的A向量 來 B向量 它可以寫成多少 你知道喔 這個K給怎麼樣 可以提出來 determine A向量 B向量 來你要不要寫一下 這個傢伙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任一行或任一列可以提供音數嗎 那你說老師 這個東西 欸 同學如果有人問你這個東西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提供音數 你怎麼解釋 你可以跟他說 就這樣喔 反正打開就一模一樣嘛 有這個性質對不對 但是如果比較高竿的同學 所謂比較高竿就是 他可以從不同角度看事情的同學 他可以這樣看喔 來你仔細看喔 Vitamin A向量 B向量 其實他跟什麼東西有關 跟什麼有關 跟這兩個向量所形成的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是不是有關 來 這個面積是不是長這樣 對吧 對吧 這個傢伙的面積嘛 好那我現在問你喔 K被了A向量跟V向量 現在假設這個K是 這裡的譜好了 你知道 1點燈 太久了 1點燈 1點燈 2點燈